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的 节目主持人 欢恩 过去几个礼拜呢 透过节目企划 职场开卖啦 除了从电影找到许多 跟职场进退相关的课题 还有做节目的心灵感之外呢 其实呢 也让我自己有机会 看了不少之前 没有看过的电影 特别是老片 不过呢 这个礼拜呢 就让我们回到 两千年之后的作品吧 因为呢 我一想到要看 画质差颗粒大 可能还是黑白的影片 我就觉得有点累 所以呢 今天呢 要跟大家一起看电影 学打怪的影片 是2006年的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中文翻译呢 就是当幸福来敲门 事隔这么多年 才把这部电影找来看 其实呢 我印象当中只记得 电影刚上映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卖点 一个呢 就是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真人真事 所改编的 描述 现在已经事业有成的 头顾公司老板 Chris Gardner 他年轻的时候呢 曾经流离失所 穷苦潦倒到 要带着年幼的小儿子 露宿车站 厕所还有街友收容中心 至终呢 因为自己的拼命 还有执着 总算是闯出一片天 那另外一个卖点呢 就是这部电影 找来了男主角 威尔史密斯的 亲生儿子 Jaden Smith 跟爸爸同框演出哦 这当然呢 也就是Jaden Smith 出登荧光幕的作品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的男主角 Chris Gardner 他本来呢 是一个销售员 整天呢 扛着一台 笨重的骨 直密度检测仪 挨家挨户的到 各大小医院去兜售哦 可是呢 偏偏这款机器 售价有点高 销售不如预期 那Chris 倾注了 毕生积蓄哦 买断了 旧金山区域的 这台机器的销售权 他虽然 请跑业务 整天累的都像一条狗 甚至呢 还为了要去到医院 跟医生会晤 吃了一大堆 违规停车的罚单 可是往往呢 一个月都不见得 能够卖得掉 一台机器 偏偏呢 他们一家三口 主要的生计 还有儿子托儿所的费用 全部都指望 Chris他的业绩 那某天呢 偶然他在路边 看到了一个 西装笔挺 开着跑车的 成功人士 一问之下呢 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呢 是做股票的 他因此就萌生了 想要成为 股票经纪人的念头 决心呢 从申请 某一间证券公司 竞争非常激烈的 无薪实习生 开始 可是呢 这个过程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更辛苦 Chris 开始蜡烛多头烧 拼了老命 要抢下 有限的实习生名额 同时呢 仍然需要继续销售 这个医疗仪器 维持生计 还要按时 接孩子放学 好几次呢 他因此 故此失彼 甚至还 屡次把 他的仪器搞丢 每天呢 在旧金山的大马路上 就是追公车 追地铁 还要追 那些偷他 机器的人 他孩子的妈 同样 跟他一样 是劳碌命哦 认定身边 这个男人 不仅没出席 还不靠谱 一家人 日子苦 债务多 不管是房租 税单 罚款 每一样 都缴不出来 最终呢 他决定 抛夫弃子 远走高飞 坚持孩子 无论如何 都必须要 归他养的Chris 也在这个时候呢 被房东扫地出门 被国税局 征收了户头 所有的存款 身上只剩下 20多块美金的他 带着儿子 无家可归 虽然 如愿获得了 20位证券实习生的 名额之一 可是呢 实习期间 6个月 公司是不给付 任何薪水的 他只能够靠销售 手上剩余的机器 才能糊口 才能养家 所以Chris Gardner 他究竟 是如何 凭着 过人的决心 和毅力 扭转了 自己和儿子的命运 追求到 他所向往的 幸福人生呢 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 马上就有 两个感想哦 第一个呢 就是好像 这部电影 想要传达的就是 你今天想要成功 你先把体力 锻炼好吧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整部片 大概有百分之 六七十的时间呢 都是威尔史密斯 在马路上 狂奔的画面 赶着去面试 赶着去医院 跟医生谈生意 赶着去接孩子 赶着去追公车 为什么要追公车呢 因为错过 这一班公车 可能就来不及 在实现内 赶到街友收容所 去排队 抢下 收容所里面 有限的床位 不然呢 就是他在马路上 跟偷走他的遗弃的人 狭路相逢 那因为每一台机器 对他来说 都是生死存亡的 关键饭票啊 所以呢 看到小偷 当然要拔腿追到底 出于无奈 为了生存 Chris Gardner 真的每天 名副其实的 都是在冲刺 奔破当中度过 也难怪的男主角 在片中就有感而发哦 提到了 美国国父之一的 Thomas Jefferson 他呢 特别在独立宣言当中 把life liberty 还有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生命 自由 以及追求 幸福 这三者 列为 基本人权 男主角就 好奇啦 觉得杰弗逊 未免也太神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三者当中 唯独幸福 是需要被追求的 You have to pursue it 也因此呢 我看完这部电影的 第二个感想呢 就是 中文片名 实在是翻得 太糟糕了 当幸福来敲门 这听起来就像是 幸福不请自来哦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根本没有把 英文片名 以及电影当中 那种 为了追求 幸福 成功 而负上的 努力 还有拼搏的 精神 传达出来 不过呢 这部电影能够教会 我们的打怪招式 当然 不是说 哦 你想要成功 请先成为一个 跑步健将哦 如果真的要 一言以蔽之 这部片 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 今天 你光靠 努力 不见得 一定能成功 但是 想要成功 你不努力 不行 这句绕口令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 在节目当中 就让我用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一位教授 所发明的 一个框架 所出版的 一本书 来跟大家 说明白 一起来解析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部电影吧 去年 哈佛大学商学院 专攻 新创 还有投雇产业的 一个台译 女教授 黄乐仁 Laura Huang 黄教授呢 他出了一本书 取名就叫做Edge 在今年年初呢 发行了综艺版 那书名呢 就叫做 隐性优势 这本书当中呢 分享 如何 把我们先天的限制 他人的成见 或者是我们 既有的一些弱点 转化成为 属于我们独特的 资产和优势 年初的时候呢 黄教授 本人刚好呢 也在台北大叔哦 所以呢 我非常的幸运 有机会 现场听到他的分享 这本书的书名 Edge 其实呢 是一语双关 是暗藏玄机的 除了有字面上的意思 因为英文当中呢 to gain an edge 或者是have an edge 这边不是获得一点边缘的意思哦 Edge在这边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取得优势的意思 那除此之外呢 书名Edge 刚好也分别是 这个黄教授 Laura Huang 她所独创的一套 四部框架的 起手字母 那edge 分别代表的就是 enrich delight guide 还有effort 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想要能够扭转 自己的劣势 成为你的隐性优势 你首先必须要 懂得怎么提升价值 制造喜悦 导引定见 和有效努力 本周我在看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当幸福来敲门 这部片的时候呢 忽然间 灵光乍现 发现呢 其实呢 这部片 这个故事当中的 这个男主角 Chris Gardner 他完全具备 甚至是应用了 这四个条件 所以看完这部电影 你等于是 完全的吸收了 Laura Huang 在他的Edge这本书 想要教会我们的一切 Laura Huang 黄教授 在书中呢 一语道破 一直以来 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于成功的一个迷思哦 那就是我们只要苦干 实干 有一天 一定能够成功 一定能够出人头地 可是呢 我们可能 现在就是 涉事比较深之后 就会发现 现实往往 和我们的想象 是相差甚远的 这集不管有多优秀 有多少实力 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其实呢 没有人可以保证 你一定会被人看见 甚至往往会因为 他人对我们的偏见 而把我们这些实力也好 或者是能够贡献的 都大打折扣 那每个人 不分种族性别 肤色 年纪 职业 或者是社会地位 其实呢 我们都自带一些 他人 会给我们的一些 先入为主的偏见 与其呢 去抗议说 这些负面的偏见 是歧视啊 还不如去思考 要如何的 来 矫正 或是如何来改变 别人 对我 后续 可能应该要有 什么样子的观感 这四个秘诀呢 EDGE 第一个 就是 怎么样子去 enrich 怎么样子去 提升价值 电影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他的主人翁 Chris Gardner 那在路边呢 就搭讪了一个 开着跑车 然后穿着 鼻挺西装的男子 在得知对方 其实是一个 Stock Broker 是一个股票经纪人 之后呢 Chris就 羽带羡慕的说 哇 要当股票经纪人 一定要有大学学历 结果没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 我只能够说 是佛星来的 替Chris指点迷惊 这个男人 就从总监 告诉Chris说 其实不一定啊 你要能够当一个 好的股票经纪人 你只要擅长 跟人交际 擅长数字就可以 Laura Huang 黄教授 在她的新书 Edge当中 是这样子形容 enrich 提升价值 这个诀窍的 怎么样子 才叫做提升价值呢 掌握自己的 基本特色 了解自己的能力圈 从限制中发掘 潜藏的机会 就可以找出 带来价值的切入点 目送着那位 开着跑车的股票经纪人 三步并坐两步的 跑上身后那栋 证券交易所的阶梯 Chris Gardner 在那一刻 好像就开窍了 好像就明白了 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能力 其实就是擅长 跟人 还有跟数字互动 所以凭什么 他不能够成为 一个股票经纪人呢 也是在那一刻 Chris他也确定了 那或许曾让他感到 最为羞愧的限制 也就是他不如人的 低学历 也不足以拦阻 他订定目标 然后努力向前 他确信自己的条件 能够为任何的证券公司 提升价值 接下来的难题 就是要如何也让别人 能够明白 并且认同 他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呢 即使Chris为了销售 他的股值密度检测仪 已经分身乏数楼 他仍不惜亲自到证券公司 递交实习申请表 给人事主管 交了申请表之后 大概一个月 又再一次的 亲自出现在证券公司楼下 去赌当时的那位主管 再一次的提醒他说 你好我是Chris Gardner 我在一个月前 交了这个实习的申请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非常的 想要能够可能花几分钟时间 来跟你自我介绍 到他如愿以偿 获得实习机会之后呢 在面对庞大的竞争压力 Chris更需要 替自己创造被看见的机会 来证明 自己真的有能够 enrich这间公司 能够替这间公司 提升价值的实力 那实习生们在六个月当中呢 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 要按照一张财富五百 榜上有名的公司通讯录 来打电话拉业务 通讯录记载着 上次公司执行长 下次工友 还或是保全的联络方式 那大部分的实习生呢 都会选择从清单的末端 开始着手 可能是觉得 我先从市井扫名下手 压力可能比较少 或者是 我不敢直接拨号给某间公司的大老板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好像应该要多一些这个推销的练习 慢慢的在演进到可以直接打电话 给一间公司的CEO 可是呢 在六个月的实习结束之后 这二十个实习生当中 只能有一个人 会获得正式的工作邀约 所以Chris知道 今天要能够在这些学经历 都比自己出色的竞争对手当中脱颖而出 他就 必须要想出来 怎么样子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证明自己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 那要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目标 你当然就不能够像大家一样打安全牌 所以呢 他主动先从手上通讯路上的公司执行长下手 到最后呢 虽然他没有能够谈成生意 却也因此认识了很多 是跟那位CEO同一层级的潜在客户 等于也是替Chris 奠定了他在实习期间的这个业绩基础 原来 勤贼先勤王的道理 似乎也适用于 向公司 向主管 证明自己有enrich 能够提升 为公司提升价值的实力呢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制作播出 今天在职场开麦拉的第五单元当中 跟大家一起看电影 学打怪的影片呢 是2006年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当幸福来敲门 然后呢 我就因为发现了这部励志电影 竟然可以和我最近看的一本 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Laura Huang所写的书Edge 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就是互相对应哦 那电影当中的男主角 Chris Gardner 他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 应用了Laura Huang 黄教授在他的书中 所提及的四个关键秘诀 四个能够将自己的劣势 还有弱点扭转成为成功的隐性优势 那刚刚在节目当中 已经提到了这个书名Edge Edge这四个字母呢 其实是分别代表一个关键 就是Enrich Delight Guide Effort 这四个关键 电影男主角Chris Gardner 他在意识到说 其实自己擅长的就是和人互动 然后他又对数字特别敏感 在他意识到自己具备这两项特质之后呢 于是呢 他就判定说 这就是他能够替任何一间证券公司 提升价值 可以Enrich的重要条件 所以他就开始积极地 往成为一个股票经纪人的目标前进 那在过程当中 他的努力当然是不容小觑的 毕竟作为一个单亲 手头拮据真的是低收入户的黑人父亲 他的处境真的可以说是 弱势到不能够再更弱势了 所以今天不可能去指望任何人 去给他一个机会 想要任何的机会 都只能够凭自己去创造出来 Chris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以及他人可能会有的一些偏见是什么 他知道他无从回避这些 先入为主的负面评价 他唯有正面应急 在好不容易争取到证券公司实习计划的 面试机会之后呢 Chris却在面试的前一天 因为与其未缴的大量违规停车罚单 被警察带到了警察局 本以为只要赶快开完支票付款 就能了事 结果没想到呢 警察却表示 因为那个时候是周末嘛 所以必须要等到隔天早晨 礼拜一的早上 才能够兑现 才能够验证他开的支票 那在确定支票不会跳票之前呢 Chris哪里都别想去 Chris别无他法 只能够在警局过一晚 隔天一早支票兑现后呢 他从警局直奔证券公司参加面试 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灌洗 就更别说是换一套西装了 最后他身上穿的 仍然是在被抓去警局之前 当他在油漆家里的时候 穿的吊嘎还有外套 头发里都还沾了油漆 竟然就这样子狼狈不堪的 赶赴 他自己可能此生最重要的面试 会议室的四个主管 看到Chris的时候 傻眼说不出话来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斗胆 这样子衣衫不整来面试 Chris却大方的进到会议室之后 逐一的跟每个主管握手问号 然后呢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表示自己坐在大厅 等待的时候 大概花了半个小时 绞尽脑汁 想要掰出一个 什么样子的说法 可是实在想不出一个好的故事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连一件上衣都没有穿 就这样子进来面试 然后老板竟然还雇用了他 你会做何反应 公司大老板 这样子来问Chris 好像觉得这就是 会要让他知难而退 没想到Chris沉默了半上 然后竟然说 我会说 那人当时穿的 肯定是条了不起的裤子 这出乎意料的幽默感 顿时化解了危机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翻天 然后一瞬间 就对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黑人男子 改观了 Laura Huang的书Edge 提到的第二个 能够扭转自身弱点 取得隐性优势的关键 就是Delight 什么叫做制造喜悦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要能够随机应变 创造意外惊喜 是重要的能力 你要先让人开心 卸下了防卫 你才有可能打开机会之门 这是我觉得书中 可能比较难意会的一个诀窍 怎么样子在职场上头去Delight 可是呢 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你却能够看到男主角的完美应用 他在当初之所以能够 取得实习面试的机会 其实也是靠Delight这一招 他等在证券公司楼下 堵到了人事主管之后 随便沙掰了一个借口 硬是跟这个主管 搭上了同一台计程车 就想说要利用这段车程的时间 来说服这个人事主管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 我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也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哦 就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前总裁 也是靠同一招 才进入到金融业的哦 我觉得这样说起来 好像是想要在金融界发展的人 他们的一个共同条件 应该都是你的脸皮 要够厚到敢跟随便的一个陌生人 搭同一台计程车 好像才行哦 反正呢 整段车程其实呢 这个人事主管 很明显的都没有在听Chris说话 埋头把玩着当年才刚刚推出的一个新玩具 就是魔术方块 是一直等到Chris自告奋勇 表示自己能够在车子到达目的地之前 拆解魔术方块之后 才得到了对方的全部注意力 虽然呢Chris确实成功的 在车子到达之前 就解开了魔术方块 可是呢 当下人事主管 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甚至连车资也没有付 就下车离开了 害得那个时候连税哪里都没着落 怎么可能会有钱付车资的Chris 不得已只好跑给计程车司机追 而且呢 在逃命的过程当中 还因此弄丢了一台赖以为生的仪器 可是还好呢 这一切的辛苦 确实有达到Delight的作用 确实让这间证券公司的人事主管 留下了对Chris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此亲自推荐Chris 可以参加实习生的面试 在电影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当中呢 由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男主角Chris Gardner 因为种种的原因 狼狈赶赴一个重要的实习面试 那头发沾着油漆 穿着吊嘎 还有一件运动外套 服装仪容严重的不及格 可是他仍然是硬着头皮 诊实的参加了这场面试 走入会议室的那一刻 虽然他表现得从容大方 可是呢心中不可能不知道 会议桌对面坐的这四个白人主管 他们在想什么 Chris Gardner 他是一个黑人 他只有高中的学历 他连个像样的上衣都没穿 恐怕在大家根本还没有开口之前 他就已经被扣到复分了 这一层又一层的偏见 还有先入为主的负面观感 早应该把Chris成功入选 实习计划的几率压到谷底去 所以Chris究竟有什么通天本领 竟然能够扭转这样子的劣势 去撕掉别人在一瞬间 就已经贴满他全身的这些负面标签 赢得本来那些对他是不屑一顾的人 全面的肯定还有认同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Laura Huang 在他的书中 其实呢就是专门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他指出呢 其实别人对我们会有成见 这是无可避免的 但即使如此呢 对方是不是人可能 对我们有正上的观感 这其实呢 是我们可以精心去引导的 也因此呢 书名Edge的四个字母 EDGE当中的G 代表的就是Guide 就是你如何去引导定见 Can I say something? I'm the type of person If you ask me a question and I don't know the answer I'm gonna tell you that I don't know But I bet you what I know how to find the answer and I will find the answer Is that fair enough? 桌上会议桌开始面试的时候呢 电门中Chris开始感觉到 面试他的主管们 对于他的学历经历 好像都很不以为然 所以他也不废话 自己主动就点破了 对方对自己最大的成见 表示自己是那种 如果不知道答案 一定会坦诚自己不知道的人 但是呢 他知道如何去找到对的答案 他也绝对会找到对的答案 这样豁出去的一个真情告白呢 其实就是Laura Huang 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 引导定见这个诀窍 在书中他就提到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被别人贴上标签哦 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逃得过刻板印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去主动引导别人的看法 重新的去定位别人眼中的自己 Chris知道自己的高中学历 是别人质疑他的最严重的偏见之一 他更清楚知道 面试主管们很自然的会以此推论 他就是一个不够聪明 不够有知识 因此可能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人 所以呢 他就指导黄龙 点出自己虽然没有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可是呢 他却是一个绝对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而且还懂得无所不用其极 积极解决问题的人 Chris有效地扭转了他人对他的成见 主动引导对方看见他想要被看见的那一面 其实Guide这个诀窍 我在想可能是最适用于我们日常职场生活当中的 一个秘方吧 可是要怎么样子妥善地引导他人 对我们的观感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必须要先理解对方的偏见 背后他们真正的顾虑是什么 才能够对症煞药 比方说 有些公司他们可能比较排斥雇佣超过特定年纪的人 那你今天与其去花时间抱怨说 这样子的公司根本就是歧视资深的求职者 还不如去思考说这间公司说不出口的偏见 究竟是从何而来 那Laura Huang 黄教授的研究指出呢 其实呢很多这种类型的公司 他们最大的考量 一面倒的是担心年纪较长的求职者 他们缺乏好奇心 缺乏好奇心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缺乏好奇心的员工相对来说 他们可能会跟不上技术还有潮流的更新 他们不会主动的充实自我 他们甚至可能对于新的改变新的事物会有一些抗拒 当你明白对方对于你的偏见是基于什么样子的一个顾虑之后呢 你就知道要如何来扭转自己的劣势 搞不好你在辨识过程当中就会知道要主动提及自己对于新公司方针的一些好奇 或者是疑问 或者是会去主动举出一些自己在面对改变时的进退应对 甚至是近期自发性学习的一些范例 Guide这个诀窍的重点就是 别人对我们低眼的先入为主 我们无法控制 也往往无可避免 可是呢 那些一时被贴上的标签是否永远撕不掉 这反而是我们可以说了算的耶 接下来对方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眼光看待我们 应该要看到我们的哪一个面上 这绝对是我们能够 也是我们应该要能够积极去引导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焕恩 今天这节目企划职场开麦拉的第五单元 跟大家分享的是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然后呢我就发现呢 这部电影教会我们的打怪招式呢 其实呢 根本就是哈佛教授Laura Huang 在她的著作Edge里面 教我们的四个关键步骤 分别就是enrich 提升价值 delight 制造喜悦 guide 引导定见 还有effort 有效努力 就像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提到吗 努力 不代表你一定就会成功 可是想要成功 你非努力不可 Laura Huang教授 她自创的这个 Edge EDGE这样的一个框架哦 我觉得搞不好 很容易会让人家误会 好像我们扭转弱点 找到自己的隐性优势 需要的是四个步骤 可是呢 从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部电影当中 我就明白了 effort 努力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是从头到尾 必须要贯彻所有步骤 不能够懈怠的关键 不管你是在enrich 在提升价值 还是在delight 在制造喜悦 还是在guide 引导定见 这三个环节 如果少了努力 那么一切 也都是枉然 电影当中 Chris Gardner 凭着自己 enrich delight guide的本领 争取到了一个 很多人 抢破头的 实习机会 可是呢 每个环节 他的努力 从来都不曾听过 在实习期间呢 其他的实习生 每天可能上班 九小时 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 照着通讯录 打电话来拼业绩 可是呢 Chris不一样 他四点钟 就非下班不可 不只是因为 要去接孩子 更因为 当时已经 无家可归的父子俩 必须要想办法 赶在五点之前 杀到街友 收容所门口 排队 抢床位 否则 当天晚上 可能 只能够 露宿街头 为了抓紧 有限的上班时间 为了要能够 打更多通电话 Chris甚至 还自己发明了一套 更有效率的SOP 就是他挂断 电话的时候 不是把话筒 直接挂上 而是用手指 按掉后 直接拨下一组号码 靠这样子的方式 来争取 几秒钟的时间 关于就是 有话筒的电话 如何运作 我在想可能 只有一定 年纪的听众朋友 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除此之外呢 Chris甚至在上班时间 连水都不喝了 不仅节省 装水的时间 连上厕所的时间 也一并省下 如果运气好 可以准时下班 准时接到儿子 准时追到公车 然后成功 抢到收容所的床位 安顿好儿子之后 Chris也没得休息 就着月光 通宵 K书 预备 实习生的节夜考 整部电影当中 Chris的努力 不容质疑 可是 他的努力 是不是所谓的 有效的努力 算不算得上 是聪明的 全力以赴 我忍不住觉得 很多时候 这大概都是 以结果 来定夺吧 我看完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部电影 最大的感慨 大概就是 为了幸福 为了成功 你所付上的代价 到底值不值得 你所付出的努力 到底 有没有效 真的一切都是结果论 从电影的一开始 其实 不难看出 Chris Gardner 他就是一个 很敢 读很大的一个人 所以他才会用尽 毕生积蓄 买下一个 莫名其妙的 医疗仪器的 销售权 把这看成是 一个商机 而在他的销售 陷入低潮之后呢 因为向往 生活的稳定 还有物质的供应 所以他就改变目标 要成为一个 股票经纪人 这当然又是 另外一个 豪赌 从业务员 变成 无薪的 实习生 这怎么不会是一个 一个赌注呢 所以当Chris Gardner的老婆 离他而去的时候 老实说 我一点都不怪 这个苦命的女人 你可以去批评她 不信任她的另一半 甚至你可以说 她根本不了解 她的老公 可以有多么的执着 或者是她从来没有看懂 她老公的潜力在哪里 可是你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 当时生活上的 匮乏还有拮据 她拼死拼活的 在洗衣店 兼两个班 都是在为她老公 当初把所有的积蓄 拿去买 那个股值 密度 侦测仪 都是在为这个豪赌 在付代价 如今Chris的机器 卖不出去 还因为 笑想要成为股票经纪人 而不断的出包 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他们 真的是攸关他们 全家生计的 机器搞丢 接着又因为追小偷 觉得忘记时间 害老婆必须撬班 去接儿子放学 如果没有后面的成功 我真的觉得 怎么看 你都会觉得 这个男人 他就是 眼高手低 好高物远 没有尽到作为父亲 作为丈夫 要让家人温饱的 基本职责 我们刚刚听到这段话呢 其实是真实生活当中 已经事业有成的 Chris Gardner本人 他在多年前 接受访问时的一个分享 他信誓旦旦的告诉主持人说 当你真的对某件事物 有热忱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有备案 不应该有plan b 备案烂透了 你可以说 这句话 很完美的传达了 这个人 他执着 还有坚持 努力不懈的性格 可是 平心而论 如果今天他 不是一个创业成功的老板 我会觉得这个人 会讲这种话 就只是他的毒性 实在是太坚强了 他真的就是一个 不见棺材 不凋累的人 想要跟在他身边的亲人 你最好 要跟他一样 做好一个 玉石俱焚的心理准备 总过一句话呢 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收获 大概就是 我万万没有想到 看一部2006年的电影 竟然等于是 教会我 到底 如何去应用 一个哈佛教授 在2020年出版的 一本书中的 这些诀窍 跟这些道理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是看电影 还是看书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 edge 能够学会 如何去 扭转自己的弱点 或者是劣势 不切于眼前的 这些限制 反而能够去 透过 enrich 提升价值 delight 制造喜悦 guide 引导定见 effort 有效努力 来找到 让自己成功的 引信优势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听完这集 有一些收获 如果有任何建议 或是听完 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都希望你可以在 Facebook上搜寻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来跟我分享哦 对了 如果您是用 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评分 五颗心或留言 如果您是用 Castbox Spotify 等App平台收听 也请你帮我 分享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 下一集再见咯 Bye